如果耶伦来华聊得很好,那就没这次的加息了。 咱就不说那么高大上吧,就以个人为例,你存款很多,人也保守,钱都存银行,是不是希望利息越高越好? 换个位置,假如你没啥存款,到处都欠了一屁股债,是不是希望利息越低越好? 现在大家都知道,全世界负债最多的是美国政府,年年财政大亏空,国债余额已经飙升到32万亿美元,真维持现在5.5%的高利率,等存量美债都置换完成。 请问,以美国现在的财政收入,这能付得起超过1万亿美元的利息开支吗? 如今美国利率已经飙升到2001年以来最高点,当然,比起大家津津乐道的沃尔克时代,最高飙升到20%的联邦利率, 现在美联储的利率算不了什么。 但1980年,美国国债余额才1万亿美元,而且沃尔克迅猛加息配套的是,达到峰值之后,又来了个陡然降息, 而当时在国际上能跟老美掰手腕的苏联,却已经被忽悠瘸了,一脚踏进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中。 一切都是有代价的,沃尔克任性一顿骚操作的后果,也使得美国爆发了16个月的经济危机, 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。 这波尔克的加息骚操作把美国的实体经济彻底给捶软了, 让那些本来老老实实干活的企业开始认为,万金融要比做实体来得强。 1980年,美国工业生产下降8.1%,有生活阅历特别丰富的读者应该知道, 加息对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打击远大于服务业,很简单, 实体经济特别是重工业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本投入大, 投资回收周期长,并且负债率高。 遇到加息缩表,市场需求快速下跌,服务业投入的都是小钱, 临时裁员缩减规模,等到行情好转再来扩张,损失不会太大, 但制造业却没那么强的耐受力。 比如一些重化工产业,一旦生产停止,设备基本就废了, 重新再开启,成本太高,如果任凭所谓市场经济自由主导一切, 那么结果就是,制造业不停地被挤出。 啥都不说了,就以大家非常推崇的巴菲特为例, 巴菲特选股最重是RO,净资产收益率, 这个指标要么是你能突然大幅提升利润,做大分子, 话说市场竞争如此激烈,连台机电都被老爷子清仓, 普通制造业企业谁特么能做到呢?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降低分母。 比如聪明的波音公司,靠着疯狂卖出工厂, 大规模地搞制造业外包,把净资产给降低了, 这样RO指标就变得好看了。 但后果也很明显,波音很快从一家技术领先, 产品过硬的飞机生产商变成了事故频发的问题企业。 沃尔克当年狠狠地在美国心脏上插了一刀, 效果约等于修炼辟邪剑法, 虽然歪打正着,刚好因死了苏联, 但自己也彻底成了个死太监, 从此朝着空心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。 以服务业为主的美国, 其实根本不在乎发生经济危机, 因为服务业恢复起来特别快, 所以美国可以毫不在乎的一次次发动危机, 只要能维持美元霸权, 到危机传递到全世界, 把制造业国家拉下水, 引爆大范围的债务危机, 美国人只要随便启动下美联储核动力印钞机, 很快就能给轻飘飘的服务业增加流动性, 起死回生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, 你会发现, 为啥40多年来中国绝不允许像美国那样, 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, 每次一遇到苗头, 立刻展开宏观调控, 运平周期。 因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制造业, 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形成的强大产业链。 最近这波美联储的疯狂加息, 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金融战。 以老美的想法, 通过疯狂加息, 可以直接搞垮全球经济, 美元是世界货币, 美联储加息又缩表, 全球美元热钱回流阿美利卡, 因为美国本土不缺美元, 因此资产价格不会下跌, 但美国之外, 就会因为缺少美元而形成通缩。 大家因为手头上没有美元, 不得不降低自己的需求, 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到生产国, 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, 那么危机不就来了吗? 大家可以去看看, 2015年那一次美联储加息造成的制造业危机, 一度全国煤炭, 钢铁企业巨亏, 看看2015年的外贸账, 就知道那年我们的实体经济有多惨。 当然了, 所谓的惨烈也都是相对的, 人的记忆只有那么几秒, 直接遭遇的时候骂骂咧咧, 过完以后连个妥贴的记忆都没有。 2023年这波冲击, 其实单从数据上看, 并没有2015年那么惨烈, 只不过当年挡在第一线的是重化工企业, 这些企业到底多惨, 又有多少人因此影响了生计, 没有太多声音会去关注。 而现在, 我们直接面对的冲击, 主要集中在那些媒体话语权较大的行业, 比如说天天在网络上诉说新事的各类重产们, 所谓吃了时代红利的知识分子群体。 底层工人们的声音是压抑且没有人愿意倾听的, 他们也不懂如何去好好炒作自己的失忆和悲伤, 但知识分子们却不一样。 在外部有唯恐我们不乱的海外舆论起哄, 在内有受到利益损害的知识分子们嚷嚷, 如今又是个流量时代, 每个人的认知都被流量左右, 于是耳朵决定触觉, 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如今日子更加难过。 因为掌握舆论的人自己利益受损, 所以会放大国内的困难, 并且夸大美国的牛叉,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, 这其实也是对内的一种巧妙施压, 没办法, 我们的政府是非常重视民生的, 一旦各种声音呱噪的太大了, 少不了政策就会受到影响。 老美现在这样疯狂加息, 跟当年沃克尔作死是一个道理, 只不过当年歪打正着, 把苏联也给跟着作死了, 从结果到推过程, 似乎是无比英明, 但这就像一个傻逼赌徒, 拿上全部家产买彩票, 然后运气大好, 中了头奖, 于是变成了富翁, 如果你倒推这个过程, 不顾一切跑去博彩, 真的是正确的吗? 谁能保证自己永远有那个好运? 上一个这么喜欢赌国运的是日本, 美国殖民了日本以后, 倒是把这副赌徒心态给学全了。 这波美国加息, 其实就是美国再一次赌国运, 赌自己命好, 反过来能逼得大国实体经济爆发债务危机。 假如中国跟着美国一起加息紧缩, 那么债务危机就会很快爆发。 现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, 降息放水, 赵道里两国之间的利差, 会让大量的财富兑换成美元流向美国, 财富的目标就是增值, 利差有那么大, 不套利才是怪事呢。 但美元这么努力地加息, 到现在, 美元指数还能不涨反跌。 从去年9月份的114.79, 回落到如今101附近, 说明资金对美元并没有能看好, 跌意味着卖出的比买入的多。 当然, R&B汇率再一次跌破七远, 这说明R&B因为套利空间存在, 被人反复操作,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, 手中的美元太多了, 并且还能保持强劲的外贸顺差。 国际上接受R&B的贸易越来越多, 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大宗商品, 都可以部分用R&B交易, 这意味着, 我们不需要为了贸易需求, 囤积那么多美元。 美元并不是财富, 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借条而已, 如今美国负债累累, 并没有打算还钱, 并且不惜耗尽美元信用来各种骚操作, 那么拿了太多美元在手, 反倒是个麻烦事。 去美元化的路, 总归是非常困难的, 只我们一家去做, 肯定很难做好。 把全球一些资源富饶国家的美元债制换成, R&B债当然是一种去风险的办法。 有进出口贸易, R&B结算, 美元债, R&B置换, 美国加息缩表, 而导致的全球性输入性通缩, 就没那里厉害。 因此, 今年我们的外贸数据虽然受外部环境影响下滑, 受到的影响毕竟没有美联储预料中的那么大。 前段时间, 老美有点扛不住的意思, 耶伦老太天天喊着要谈, 只是要求太高, 给的太少, 谈不拢, 只好回去继续打着CPI的借口加息。 现在美元越是加息, 外面那些欠了美债的国家越是愿意找大国, 莫得美元还不起利息, 只好去借点便宜的R&B资金应急。 置换出来的美元只能回流美国, 这些钱都是热钱, 肯定不可能跑去投资实体经济, 只会各种拱火炒作资产价格, 这就是加息加出来的牛市, 加息加出来的地产价格大涨。 但资本市场上赚的数字中看不中用, 美联储的印钞机在那里, 难道会缺美元? 美国最怕的是美元丧失了优势地位。 加息加得自己地盘越来越少, 狗腿子, IMF根本捞不到什么机会去当好人送温暖。 其实, 美国不想继续加息的, 只看六月份的经济数据就知道了, 但有些事, 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, 刀子抽出来了, 总得见点血, 不是别人的血就只能是自己的血了。 跟对手没有谈好, 那就只好继续加。 惨就惨在, 现在不说降息, 连停止加息都不敢了。 但凡你敢降息, 信不信美元指数直接给你跌到八十甚至更低? 被全世界还回来的美元, 未必还会被人欢天喜地地接回去, 这就是地盘被逐渐蚕食的痛苦。 未来美国唯一能搞的, 就是在中国周边搞出类似乌克兰事件的冲突, 但我们非常擅长克制, 为而不公, 不打代理人, 要对抗直接跟老美直接抗。 打代理人战争, 美国可以摆出世界警察的姿态, 到处搞道德绑架, 拉着小弟们一起施压, 大家一害怕, R&B占到的地盘, 又被美元给拿回去了。 但如果直接冲突的话, 小规模对抗, 老美只要吃亏了, 立刻微信尽失, 带头大哥连自己都保护不了, 又有什么资格保护美元呢? 真要大规模冲突, 玩金融哪里玩得过玩工业的? 所以, 现在局势很有意思, 我们跟WW开始关系缓和, 毕竟他也不愿意当炮灰, 利用老美来谋取利益是一回事, 但被老美拉出来当替死鬼, 又是另一回事, 口号不妨喊大声点, 实际上身体很诚实, 谁都只有一条命, 说不怕死那时没遇到要死的时候。 老美的如意算盘打不响了, 只能将加息进行到底。 最妙的是, 现在原油价格跟粮食价格都在操控下陡然飙升, 这就让美国被按下去的通胀又起来了, 这CPI数据, 你想降息都没办法, 那么只能硬扛了。 所以, 接下来, 美元当然有可能继续加息了, 直到把自己家崩溃了为止。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,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, 感谢您的观看, 欢迎点赞, 订阅和转发。